我是阿虎 第二次講這幾天 這張照片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照片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它裡面包含我們今天要講的三樣子 它裡面有燃 然後有土地跟食材 然後它都能收在這張照片裡面 這是我們去旅行的時候拍下來的一張照片 就是在池上的時候 有時候去一個當地的朋友家 然後待在那邊他的田裡面自己去摘這個東西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是這樣子 大家有時候可能心中會有疑惑 或有什麼事情就是什麼 會有對人生有疑問的時候對不對 大家通常會選擇怎麼做 像有人會來參加焦點對不對 然後想說會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叫做一個叫旅行的東西 旅行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你去不同地方的時候你可能會有新的想法 那這趟旅行它是很好玩 它是一個關於就是一個人土地跟食物的價值運行的部分 你會喜歡環島嗎 所以這是大家人生的就是第四次環島 那這次環島很特別 我們是用種田環島的方式 就是兩個人然後就是很不要臉的跑到別的農場說 欸可不可以讓我們在你這邊種田這樣 方式然後賴在別人家的農場 那通常在這件事情之前我會想問一下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你快樂嗎 就是你對於快樂 或是你今天有感到就是那種非常開心的事情 人家焦點會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感受到非常正向人量 正向人量爆表 然後呢或是你不快樂的時候你會不會想說 去旅行一下好了去玩去外面看一下 對不對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這是我出發的一個遺跡 最後面呢就是我要問你就是 如果出去外面之後呢 你會不會會有不一樣的想法的概念 對就是比較說價值這件事情 好先講這個 大家應該還蠻常看到這種島內不出走 敢說你在台灣活過 懷島就縮頭 別再說你愛台灣多久 對就是一個 就還蠻有趣的就是創意文章生 對然後當時就把它拍下來 對當時是這樣子 聽說遠方有一群人是跟土地 用自己的方式跟土地共存 那當你在自己土地上找不到這方向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好那我們去別人土地上面看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就很不要臉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騎著腳踏車島內出走 因為我沒辦法去澳洲 所以我可能只能去蘆洲 對所以就只好用這種比較短暫距離的方式 那一路這樣就經過很多田很多地方 然後就要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 對就是出發的故事 對就是詞相的 這是不是只有博朗大道可以拍的 不是只有金城武在那邊的 這邊當地的叫做天堂直路 有些東西呢 你可能要去了那邊之後 你才看到真正的天堂在哪裡 對所以不要只有去跟金城武的術拍照了 那邊還有很多有些地方可以記得你看一下 好 這邊呢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是我們去的其中一個地方 叫阿密斯音樂節 他們當地人自己辦的音樂節 跟我身上穿的這衣服還蠻像的 全部都是由當地人自己舉辦的活動 然後他是唱自己歌的音樂節 所以呢所有表演到上台人 全部都是當地的族人 對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蘇米恩 對蘇米恩是都來人 對然後他在那邊就是辦他們自己的阿密斯音樂節 對這樣子 然後呢那邊就很好玩 就很開心 為什麼呢就是你聽當地人用自己的族語去唱那種歌 那是一種情感的傳遞 然後他就一起唱阿一起跳阿一起很開心 對那我覺得這是很快樂的一個本質 對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快樂嘛 你可能快樂你可以找原住民一起唱歌跳舞 應該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好先喝等一下 講東西為什麼你們都要加速一下 好另一個就是一個台東民宿 他呢就是跟那個很多地方這樣 大家會找老屋去重建對不對 然後他是找廢屋呢重新做一個民宿 那叫做台東的漫漫民宿 那當地人很好玩 那當地人去住呢可能就是這樣 他會就是開始 你過去台灣就問你 欸晚餐吃了沒有 他就說阿還沒好 我們去結賞吃 然後他說那不要啦 不要出去結賞吃我們來煮火鍋 當地人那邊所有的 他只會做兩件事 他說來好就是慢慢 你應該做兩件事就是 啊 站步 吃東西 這兩件事而已 他生活就是要慢慢的 所以呢通常 大家旅客過去的時候 帶最多東西 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會衣服喔 帶最多東西就整箱的食材給他扛過去 然後 那邊呢就是 我們到的那一天那一晚 就是吃的超豐盛的 然後我看光吃的那一餐的錢 就超過我們給的住宿人 對 因為我們住宿人好像才給他多少 一個 欸 對啊 700塊對不對 700塊然後就吃了就是 超過的大火鍋 對 就是可能四菜一湯一火鍋這樣 對 那就是當地的就是 那邊的女主人 對 他就是提倡一種就是 台東那邊的那種很 散漫的生活方式 那我覺得有時候其實人生應該回到一下 當然你快樂的是什麼 那你的生活方式選擇了什麼 慢慢 那下一個呢是我們大稻辰的故事 大稻辰最近要上電影對不對 大稻辰在電影之前呢 他那邊有很有趣的人叫秋董 他那邊聽說導演解說 然後之後他做到就是 然後背包客站 然後做到就是 各種的活動 然後接下來他自己辦市集 然後甚至接下來他可能會辦的就是 在地主席這樣子 然後他不斷的 越拉越多 越拉越多 然後越來越多人 開始注意到大稻辰這件事 可是他一開始想做的就很簡單 就是他想 讓大家重新關注他在地那邊的一些 老房子老建築老故事的事情 然後他辦了這個時光事情就這樣子 那一天他這樣就集合在地的商家 然後說我們一起來辦這個 就是以前大稻辰大家知道是賽谷場嘛 對 然後好像就是可能以前有什麼廟會啊 聚會啊 市集啊 而且好像就是重新復古呈現 然後那一支就時光事情 然後大家就這樣很開心 然後你看到這當地的阿嬤 對 你可能過去那邊 然後就是這樣 有人在唱歌跳舞 然後就直接 不是只有到原住民的地方 才可以唱個跳舞 你也可以在你的地方 就是也可以唱個跳舞 然後那種東西呢 我覺得也是一樣 重點是你會很開心很快樂 下一個 下一個是聽森林的聲音 那邊呢是叫做那個 我們熱氣球的發源地 叫什麼 鹿野 鹿野 對 鹿野那邊 那鹿野的旁邊有地方可能比較少 你聽到叫軟山 有一個原住民在那邊呢 花了就是呢 好像就是一千多萬 然後把那地方買下來 然後做為他森林博物館 森林博物館特點就是這樣 你花熱氣球做十五分鐘 欸 做五 十五分鐘啊 通常是五百塊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爬樹 然後聽他講森林裡面的故事 也是五百塊 對 對 還包好一拆 對 這樣子 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好 下面呢是一個 影響我環島人間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它叫南澳自然田 對 然後這邊也有 就是今天在好伴跟我們分享一個 對 來自南澳自然田的就是 那個什麼 辛農夫少年都不是叫俊儒 對 它在那邊也是種田 對 它在那邊很特別這樣子 它要做呢就是契作蛋糕 這個叫它漿 然後呢它在那邊這樣子 我們在同一塊藍天 同一塊土地 同一塊土地 同一塊太陽下一起流汗 一起做這種呢是菜洗 洗蛙圖 然後呢一起睡在河堤上 看星星 睡在河堤上喔 是睡在河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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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大水溝旁邊那個水泥柱 有沒有 很多就是不良少年喜歡 活在那邊飆車啊 然後就是 輕率喜歡在那邊放閃光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是拿來睡覺 對 然後一起看行星 看日出 那這樣可能沒有很漂亮 可是對我來講 跟一群人在那個狀況下 一起感受那個日出其實很漂亮 對不對 好 剛剛講了這麼多呢 就是這樣子 就是講了這麼多對不對 想問就是這樣子 剛剛那些事情感覺都很快樂對不對 那快樂的價值到底是在哪裡 那快樂是一件互產品 對不對 那我們必須從事其他事情的中間呢 你會獲得快樂 就是這樣 你沒有辦法花錢買幸福 可是呢 你可以從事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會得到幸福感 對不對 那快樂也是一樣 你沒有辦法花錢說 我要買多少的快樂 可是你會從事其他事情中 你會得到非常快樂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覺得快樂重點在這裡 就是呢 事情是這樣子 你跟我跟其他人 之間對不對 我們一起分享 一起關懷 一起創造 就像好伴那邊 爸爸 就在這裡這邊 哈哈哈哈哈哈 顧名 顧名 不行了 不行了 在中午的告知的時候 好 其實焦點這邊比較像 就是大家想創作一件事情 在裡面放著 對 所以這就是快樂 好所以勒 OK 接下來我們講的就是這樣子 所有事情還是不規託到 這樣子一個商業行為的事情 對 所有事情不管怎樣 我們生活就是一個商業行為 那通常是這樣子 我們用一個資源地A 那邊有人才 技術資金 對 然後呢 我們可能生活在資源地B 這邊呢 有好生好水好物料 還有同意識卡 OK 不用預約什麼樣 那通常是這樣 資源地A的時候 會灌注很多的錢到資源地B 然後資源地B的時候呢 只好就是給予他們人力跟物力 所以通常你會看到 資源地A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資源地B的時候 越來越小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些某某的問題 的時候就會發生的 好 那我覺得呢 其實要回歸到一個東西 商業的本質其實它是在於一個 給予跟被給予中間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創造說 你給我 我所需要的 然後雙方得到滿足 這才是商業的價值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 我們其實可以在做 另一種方式 叫做資源交換 只要我們同意 比方說這樣子 嗯 我幫你寫副評 那其實這也叫做 一種資源交換 對 所以只要我們同意 這一種東西 這叫交易成立 那我想推動一個東西叫這樣子 叫做 你看人跟食物的價值旅行 那 或許你也可以 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或許你也可以來支持這件事情 旅行呢 是讓自己呢 抽離自己的生活 重新去感受 不管你是去遠方旅行 或是回到你在地去旅行 這都是一種很棒的觀看方式 因為你知道 重新從自己生活中抽離了 才會重新再感受它 因為你會透過人跟人之間 去貼近 去感受 去在乎那個東西 比方說 你在那個地方種那些東西 或者你在吃那些東西 或買那裡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在乎它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你就透過人跟人之間之後 特別是像出去玩 這是我覺得大家都喜歡旅行嘛 特別出去玩 這是很重要的 好 那為什麼要推交換旅行呢 我們剛剛說 交易的成績就是在於 它只要雙方同意的 就是一個交易 所以呢 它應該是滿足人跟人之間的情感交流 我們要怎麼把資源地A跟資源地B 這種東西平衡下來呢 有時候這樣子 鄉鄉地方呢 有地沒有人 所以地都荒著 都沒有人要跟種 然後像都市這邊呢 大家都想種田 可是都沒有地 那這樣子 那你過來我這邊種田好了 大家其實可以滿足人跟人之間 那 有時候不是 勞力交換這東西 有時候更重要是情感交換的東西 這樣 跟他玩生活 你出去玩樂 重點不是怎麼玩 是一群人一起出去玩這件事情 其實那是更重要的感情交流 好 在瑞穗的紅葉村那邊 他們還是要跑到那邊去打公公電話 那 花蓮那邊 大家推說就是我們要捐那個叫做優柔卡這件事情 因為優柔卡可以幫助老人在那邊 記錄他的血壓跟健康狀況 那你可能如果有兩張以上優柔卡 在花蓮那邊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他們沒有錢買 那怎麼辦呢 你不要東西帶過去他那邊 他們會以那邊很棒的東西來回饋你 這是一種交換語言 彌補資源跟資源之間浪費 好 最後面呢 我覺得是人跟人之間的價值觀的改變 你可能會覺得對的事情 在那邊陸地覺得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錯的事情 在他的眼中 他會告訴你 說其實這不對 這樣我覺得現在 有個很重要的事 我們要回到就是重新 在地人的觀點 在地去看那東西 然後說在原住民眼中 飛樹 那東西很可愛對不對 好 時間到 那東西很可愛 可是呢 他們對他來講叫食物 那不叫野生動物 所以他會去吃他 對 下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可以為未來中下一個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退交換語言呢 因為這是一個 童年應該經歷的15件事情 可是實際上 大家童年都應該沒有經歷這15件事情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給未來經歷一個機會 我們應該給未來考慮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那邊 回到重體重新去自我介紹 我家裡有一個香草農場 那我們可以來做無毒香草田 可以做自主調理食堂 中心找回人跟食物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 我們可以接受背包 換工客棧 你可以來這邊換工 因為每個人都不適合當 不一定都適合當農夫 可是應該會有一個 可以讓你去當農夫 又安全可以回的那個機會 好 所以這是我要講的 人跟食物跟土地之間的一個故事 對 好 謝謝大家 好 谢谢大家